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高兴今天又来到了我们这个股市之宝 那我想今天这个行情是在这个地方还是出现了这个所谓的电子股 尤其是今天这个整个电子族群 也不包括光是IC设计 这个很多的都已经慢慢的这个蠢蠢欲动 那当然在这个位置上来说的话 我陈老师我也跟大家讲嘛 因为现在这个量已经变按六七千亿 现在已经变到三四千亿的军量 所以将近有一千到两千亿的量不见 那这个量怎么会突然不见 我已经讲过了 那这个势必对于那种 之前那种传产大型的 它一定是会怎么样 一定就是会有一些 比较那当然你在这个位置上来说的话 再加上现在很多很多电子股 都是我已经讲过 人气我取 很多人他今天你就没要买电子 没要买电子 那当然我个人的认为是这样子 多少买一点 有时候人家不要 你就买一点 对不对 等人家都要了 对不对 等人家都要了 那你就会比较怎么样 你就等于就是要追了 所以我陈老师 我常跟大家谈到就是说 这个很多的事情也是如此 有时候不要常常太过于去 听人家怎么讲 自己心头要组建 要组建 当然这个大家现在都是很担心这个疫情 都担心这个疫情 都想说这疫情严重 怎样 陈老师 我有时候常跟大家讲 就是说送大家几个字 这个就是 当然这种东西变成是 这个可能很多人都听过 拉近一点 很多人都听过 这个祸跟福 它是靠在一起的 它是靠在一起的 来拉近一点 这个祸跟这个福 它是靠作为 它是不分开的 这个祸跟福它是靠在一起的 那你就把陈老师的这一句话 把这一句话 把它想一想 福祸 祸福相宜 这个想一想我讲的 其实人生意是如此 有时候不用太过于去 当然 每个人都是一定是遇到困难的时候 遇到挫折的时候 他总是会 就是很绝望 很绝望 但是我是认为说 我是认为这个东西 终究 终究 总是会 对不对 人家常常讲 当冬天来的时候 冬天来的时候 春天也不远 春天也不远 所以说 我常常跟大家谈到 就是说 不要太过悲观 你今天你每天看电视 那些民嘴 在那边跟你 你买惊子 我说我常常觉得 这个为什么 这个很多的这些民嘴 说真的 我是很不认同 很不认同 台积电 这样起到 要七百块 每天就说 台积电拥有半导体 就拥有全世界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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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这个疫情 每天加零加零加零 大家都这样 他就说 对不对 时尚玩家 时尚玩家 带你怎么去玩 现在时尚玩家 是要怎么带你去玩 所以有时候为什么 我常常在讲说 这个我们的电视台 做一些节目 我不是在批评什么节目 我不是在批评什么节目 你要 你这个东西就是说 这个为什么福跟祸 是福跟祸 这个福跟祸 它靠在一起 对啊 之前每天加零加零 很多电视台 什么时尚玩家 这样带大家 哪边好吃 哪边好吃 这个这个我这个是 好玩 不是不好 这明明在全世界说真的 所以我陈老师常跟大家讲究说 那个时候大家是热 热就热即生悲 那时候大家觉得是福气 就没想到 那你现在反而 你这个时候 你又很悲观 然后呢 这个很多的电视台 那一名嘴 我跟你讲 你都不知道这个死亡 我这个 这一次的这个疫情 多可怕 有的人一天之内 两天就走了 要很小心 这个病毒很强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很多的这些名嘴 这些自制节目 说真的 这叫自律 我陈老师常常讲 人吓人吓死人 你在那里 好的时候 说到好到这样 时尚玩家 要去玩 每天加零 韩国一出来 每天在唱夜市 对了那里 唱夜市 现在就是 对不对 所以我陈老师 我常常讲 我是真的是 讲句实在话 有些东西 也不用太过 人生意是如此 所以当你现在 你看到这个疫情 这么严重 其实你反而要怎么样 冬天已经到了 春天也就不远了 你反而要有这个心态 对不对 冬天已经到了 冬天已经到 春天就不远了 对不对 现在大家看到 看到冬天已经到了 那春天怎么样 春天就不远了 所以现在看到 大家看到都是货 那福气怎么样 福气就不远了 不远了 不远了 那我也希望 大家如果说 等到以后 真的慢慢的好了 你也不要 又在那边 时尚玩家 不远了 不远了啦 那小孩 不远了 去哪里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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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好吃又多好玩 我是觉得 不需要 人不需要这样子 好不用看 这么的高兴 那么嗨 一天都好像一直去玩 那现在不好的时候 对不对 你又在那边 吓得半死 所以人一定要 自己一定要 那老天爷说 老天爷 老天爷 我觉得老天爷 他是 他还是终究 他是会醒过来的 有人说老天爷 是不是没眼 老天爷 都不长眼 老天爷怎么样 我曾老师常常讲一句话 老天爷也是 老天爷也是人变成的 老天爷真的 也是人变成的 他有时候也会失误 也还会情绪 他也会失误 他也会情绪 那没有关系 但是终究老天爷的力量 是很大的 他也会失误 但是我认为怎么样 老天爷如果欠你的 他以后会加倍的补偿你 老天爷他如果做错了 他也会加倍补偿你 要不他不补偿你 他会受到惩罚 那他如果做对了 又做得太对了 又做得太对了 又太好了 他也会受到惩罚 他也会受到惩罚 所以人一定要 为什么中庸之道在哪 中庸之道的意思是在哪 就在这里 所以释迦摩尼佛提悟了 中庸之道什么东西 水不要太热 也不要太冷 天气不要太热 不要太冷是最好的 食尚玩家带你去嗨 嗨到不知道 对不 买车要超跑 我就说叫人破散 如果要叫人破散就买车 如果要叫人上命就要买超跑 我讲真话 你那个跑车开 那么快的跑车 你开出去难道你会慢慢开吗 那你要开快 外面车又那么多 你不撞人就是人家撞你 做的节目每天 永远都要55台56台 那节目很奇怪 不是时尚玩家叫人去玩 就去买车 对不 照少康的TVBS 不是叫人玩就买车就买油 所以我说我对三立民事说真的 我是没有很好感 但是你看三立民事不会搞这些节目 都是TVBS 不是买车就是时尚玩家 就是买油 买车买什么 那当然这是要赚钱 所以陈老师还是希望大家福获相宜 这个快过了 买车了 我已经跟你讲 这一定会慢慢的slow down 会慢慢的下来 不要太担心 所以电子股要买一点 等到这个疫情慢慢的 春天来了电子就会起了 不是说传散不会起 因为电子股较好吗 电子股较好 电子股较好 因为电子股你做起来也会打手 对不对 打手 对不对 你的传散做起来说实在吗 那几基而已 长龙阳民万海万海 长龙阳民万海 长龙阳民万海万海 长龙阳民 对不对 是这样子 所以电子股不错 不要说电子股不好 好不好 我还是觉得电子股是可以买的 这也是讲了好久 IC设计 它就起 今天怎么会说 一定说 一定会说穿散 电子股还不起 你看今天力旺也创新高了 对不对 今天一直创新高 很多人都不爱买 你看 IC设计 你看亚洲我最大 你看亚洲我最大 对不对 你看这也讲了IC设计 都是IC设计 你看看 是不是都是IC设计 你看今天创新高 你看点序 这个也是都讲了好久了 几乎每天都在讲这个东西 所以我就跟你讲这两支 很重要 两支很重要 对不对 那卓言成老师给你的这个 就注意就对了 这一类的IC比较会涨 好不好 就多注意 好不好 我跟你讲多注意 你就多注意 你你一定要多注意的好不好 我一直跟你讲赶快来要 赶快来要 一定有我的道理 IC设计说几十次了 你看看这10 起起来你看 还是IC设计啊 你不要问我给你什么嘛 对不对 亚信你看看也是IC设计 对不对 这个不错的 不要说这只有传产人买 电子股都不能买 对不对 你看这都讲了好久了 你看看这立望 这立望 这不能买吗 这不能买吗 立望 立望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有些东西 我陈老师在跟你谈 电子 人家不要我们买 对啊 穿帅不是说不好不好 去那多啊 长龙阳明望还涨那么多了 对不对 你等到拉回来 我们再看看量缩一点 还是有机会 对不对 那不是说不能买 也是能买 但是我们就等他拉回来 我们再买 但是现在目前来讲 电子股就很好 那最主要是现在资金很多 那你现在这个资金很多 那你一定要怎么样 他一定会去寻找避风港 他一定会去有地方去钻 因为钱太多 就跟水一样 他这边挡住了 他自然会往哪边流 对不对 所以我陈老师常常讲说 有时候 你要自己都是要有这个判别的人力 对不对 你今天不要说 你看看这个也不也是IC设计吗 你看都往中低价 一直往来拉近一点 你看都慢慢的也是往中低价 一直去刨 当然IC设计间涨到这边了 接下来你要特别注意 包括鸿海集团 鸿海集团 还有包括 包括因为这个鸿海集团 你不要小看他 鸿海集团的股票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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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郭董的鸿海集团 所以你最近你要特别注意到 当然除了大家很关心 郭董要是不是要捐疫苗之外 他的鸿海集团电 那当然他的大本颜在电子嘛 所以你一定要听我 一定要注意我讲的 这不是说你今天说你自己 那当然鸿海集团里面怎么样 有几支股票 你都要很注意 我曾老师常跟大家讲 那除了天狱 这绝对是首选 天狱首选 那像是广语 真的啦 我曾老师的时候 常常跟大家讲的时候 陈老师这个会涨嘛 所以你一定要很注意 这个有的人说陈老师 这鸿海集团会很想买 那我就跟你讲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你一定要慢慢的去留意 去留意这些东西 不是说今天鸿海不去 所以说天狱啦 这个当然就是他的首选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以后当然有很多啦 鸿海有很多 但是我跟你谈的一定是最主要的 像这天狱啦 广语啊 这个都是鸿海里面啊 鸿海里面未来啊 很重要的股票 很重要 那当然怎么样 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 那现在的机会很好 你一定要慢慢的布局 慢慢的买好不好 那今天的陈老师呢 今天另外好不好 我今天给大家 给大家呢 这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一支股票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这个力旺 我个人认为啊 这支股票应该是不错 三五叉叉 朋友的威力很大很大 科技小天王 我个人认为这个应该在这边啊 有机会啊 底部大概也不多了 我讲这句话你听得懂吗 今天IC设计起来的呢 你又买那当然当然先塞啦 但是我认为有一些股票 底部应该不多了 你小心他未来会有大力多 所以我就跟你讲包括什么 鸿海集团也要注意 广宇啦 什么什么ky 那个不要再讲 那我就跟你讲啊 这个一定要很注意 为什么 因为你今天看到包括鸿海集团也都有在动 所以除了IC设计之外 另外一个非常强的 天狱当然是鸿海集团里面的一个 还有什么光啊 什么光的啊 你一定要很注意这些股票的 我跟你讲这点足够是百名气啊 所以这支股票你要很注意哦 这支股票 我认为低点应该很少 而且这个以后上去啊 各位投资朋友这个可能 这个可能又是 可能又是一倍 这可能又是一倍 你不要小看 我每次在讲人家都不理我 朋友的威力很大很大 你看像这个 像这个 你有理我吗 你看像这个 这个也力量很大 你有理我吗 你看今天都壮心高了 你也没理我啊 你看这个 你看IC设计 你有理我吗 你来拉近一点 人家都在买长龙 买长龙洋民 你也没理我啊 亚洲我最大 你会觉得它会涨吗 你看今天就两支了 对 那今天当然这样 你再一追也不对 那你看这个都是拉回来的时候 人家在买 在买航运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这个要注意 那你也没买啊 对不对 那我就一直跟你讲IC设计 IC设计 IC设计 对不对 像这个也是啊 这个都讲 也都讲好久了 所以呢 今天另外呢 还有一份资料给大家 QR Code 赶快进来扫 那这两支电子股 这两支电子股 QR Code QR Code QR Code 一定要来扫 那很多人说 陈老师我打电话进来 要股票 最近也不方便 疫情嘛 大家都戴着口罩 对不对 给他扫下去 今天一定 各位一定要来扫 一定要来扫 这两支电子股 不是穿上的 我就跟他做电子股 你也知道 电子股 全对一倍 必扫 我陈老师一定有好康 就会报给你 我跟你讲 你自己买 还不如 还是要找专业 我不敢讲我专业 你待会儿自己一会乱买 一会乱买 我跟你讲 还是要找专业 还是要找专业 我是真的跟大家讲 那你这个地方 你就进来扫 好不好 这一支两支 一支两支 好不好 进来扫 那这进来扫了以后 这两支股票 现在怎么样 都很低 你就听我话 你就买着 听我的话 今天一定要进来扫 把他扫到爆 那你今天就像你平常 现在去商店 对不对 QR Code 扫 今天QR Code 一扫里面 一扫以后 我跟你讲 这两支就跳出来了 这两支就跳出来了 那我就跟你讲 你一定要来扫 好不好 相信我 都电足够 你不要问我说 陈老师 是IC设计 还是被动 还是光学 你不要管那么多了 就像我之前给你的这个 你都不来理我啊 你看这两支 你这个要打开 也没意思了吧 买了一支IC设计 没有涨到搬掉啊 对不对 啊 都涨到很多吧 你看从5月27号 就没有人在讲IC设计 我就跟你讲了 到今天都六月多 那今天都进来扫 好不好 你不要管这两支点 足够 那现在都底部 很低的底部 很低 底部 好不好 那IC设计今天涨到这边了 IC设计今天都涨到这边了 对不对 有些电子股还在底部 那你现在一定是要怎么样 轻薄短小会标 轻薄短小 这一定就是一定要轻 一定要小 一定要标 因为电子股它很 电子股它很符合这条件 当然 我今天是讲这真话 你今天当然是可以去买 长龙阳明望海 但是怎么样 等到有一天它标一支的时候 可能你现在看到很多电子股 已经十几支在标了 所以有时候电子股 为什么好玩就是这样子 它虽然 它就是很会标 它就很会标 电子股要轻薄短小 它不用很大的量 它不用30万张 50万张 它只要3000张 5万 3万张 5万张 它可能就标涨停 而且一涨停就好几倍 对不对 那才快嘛 那才快啊 那才快 对不对 那 那航运股像现在 Lebron James 很痠壮啊 对不对 你现在电子股像KD 我这样说你就知道了 电子股像KD 狼王那个KD 长龙阳明像Lebron James 可能要退休了 那我今天就跟你讲你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这赶快进来扫好不好 这两支一定好了 一定赞的啦 那这支股票呢 给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我跟你讲注意你就注意啦 我不会骗你的啦 低点很有限的 红海集团的要注意哦 除了IC设计之外 红海集团的要注意哦 那这支股票呢 今天给大家 你小心有这个很大的利多 来拉近一点 你小心这个有很大的利多 好不好 这支股票 朋友的威力很大很大 科技小天王 好不好 那陈老师跟你讲的 很多电子股都在底部 很多的电子股啊 很多的电子股都在底部 好不好 那今天呢 陈老师呢 给大家两份资料 一份资料 一份资料呢 在这边 QR Code要进来扫哦 这个也都有 这个也是QR Code 这也QR Code 也进来扫 QR Code 都进来扫 那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讲 电子股要好好把握 当然不是说传染不会涨 你现在赶快先玩电子 现在赶快先玩电子 那至于说疫情呢 不要人吓人 我奉劝那一名嘴 你不要一天到一边吓人 你一天到一边吓人 小心你自己啊 会出问题 这个嘴巴一定要留口德啊 现在这个时候 一天到一边吓死人 那电子啊 对不对 吓死人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这个赶快来索取 好不好 赶快来索取 那陈老师呢 也希望大家 这一波的疫情 都能平安度过 以后大家都会很好 好不好 希望 我希望大家是这样子 那我们也一起 都希望能够平安度过 那除了这个之外 也更希望大家 除了平安度过之外 我们怎么样 我们也能够赚得到钱 我们也能够赚得到钱 所以今天两份资料 都免费送给大家 那QR Code 等一下 赶快进来 掃QR Code 那陈老师在里面有非常 丰富的资料送给大家好不好 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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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作人呐来 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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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 营业头部 守护征线 守护针 0 2366 保 1 保 1 3366 チャンネル登録 开始 Boot mainstream opath William 莆不 건 Live直播 来副直播 立即上线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 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 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业投顾 全心照顾 02-8511-3366 全球财经台 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 您还可以这么做 网路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 而且免费 改变收视习惯 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各位投资朋友 在这波行情里面 陈老师希望大家都能够赚得到钱 那我个人认为电子股机会都很好 电子股为什么 因为要多嘛 而且很多业绩都很好 包括这个今天IC设计 包括鸿海集团 甚至包括这个联电集团 都有机会 只是说他会轮流动 他也不一定一定 现在就一定是IC设计 他以后又动到别的地方去 好不好 那在这一波 也希望大家慢慢布局 电子股在去 大家都会去 大家都会去 那你就怎么样 高的卖一下 回来买一点低的 然后低的再赚 再再再再换 好不好 那之前呢 陈老师给大家的这个资料 今天的QR Code里面都有 立望 亚信 你看看 那今天呢 这一定要来扫 好不好 今天这一份资料 送给大家 很多股票 都有机会 好好把握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介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